好了,講到 chapter 1 & 2,所謂的 books of original entry 到底我們會有什麼要做呢? 其實 books of original entry 我們說過了,這個就是一個所謂 accounting cycle 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說所有Tier account 都未開之前 或者我們開一些Tier account 但未放任何數入之前 是應該要進入這些 books of original entry 而 books of original entry 我們DSE 的 syllabus 就有六本 包括了我們之前說過的就是purchases journal 然後sales journal returns inwards returns hours journal 然後就會有cash book 還有 最後就會是general journal 主要就會有這六本東西 其實這裡主要就是做一個分類 分類先的 我們說過了 記住啊 逢跟錢有關的東西 不論是cash 或者bank 我們都會進入cash book 所以呢 那些叫做cash sales cash purchase 都會進入cash book 所以你看到上面那四本跟training有關的東西 一定要是什麼 on credit 就是一定要是那些 搶著先 落trade receivable trade payable的帳戶 才會落頭的四本寶 如果上面這五本東西全部都分不了 那怎麼辦 就丟進去那個 好像垃圾桶那樣 就是 分不了那些環保桶 就這樣丟進去這個general journal 總之就是這樣丟進去這六本寶先 這個就是第一步 至於這個format來講 頭的四本寶的format 都是類似的 譬如我們如果說 purchases journal 我們主要有三個column date detail 以及amount 譬如2022年 譬如2022年 主要就是這樣去列出 就是去列出這三個column 記住去到最後 譬如每個月 當我現在是1月1號 1月2號 1月10號 15號買了很多貨 去到最後 1月31 我們要有一個 credit purchase for the month 這個就為之 一本的journal 那 通常呢 我們最後就會將那些數 譬如 A先生買了100元 然後 B小姐買了200元 之類 所以這些ABCD 可能我們就會說 每個人呢 分別要貼入 那些personal account 裡面 而這個total credit purchase 這裡 你發現到我們現在是有 1000元 這個就會投入 Purchase account 裡面 Posting 就是我們 帳戶的下一個step 我們稍後再說 簡單來說 先說一些format 那麼cash book呢 我們之前學過了 cash book 其實就有 通常 2 column 或者3 column 如果3 column 其實他就好像一個 T account 我們就說cash book 就會有 4個 account 裡面 三行 左右手邊都會有 包括了 discount cash 以及bank 那你不可以撈亂 他的order 一定是discount cash bank 這樣順序去擺 然後 我們說過了 discount 這個是discount allowed 這個是discount received 所以左右手邊 其實是有 分別代表著兩個帳戶 這個是expense 跟著另一邊這個是revenue 那麼當然了另外兩個帳戶就是cash 是同一個 debit credit bank也是同一個 debit credit 那我們就整個cash book做好了 那其實cash book呢 因為他本身這個你見到他已經是一個T account的format 所以留意cash book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特別在於他又是 books of original entry 另外同時間 他也是一個所謂叫做 ledger account 或者叫做T account 所以呢 他不需要做posting 他不需要由這裡抄回去第二個T account 因為已經抄了 所以cash book就可以有這個特別的待遇 最後general journal其實跟剛才purchase那些有點像 不過通常我們就不會寫general journal 我們通常簡單來說我們就叫他做什麼 the journal 然後呢 就會寫 date detect 這個一樣 但是留意 除了寫年份之外 他的 amount要分兩邊的 會有debit和credit column 所以他這裡會有四個 行數 叫做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 今天 我當我4月 4日有東西要adjust 那我們就會寫 怎麼寫 譬如我 假設我現在是 contribute了一些的non-credit 例如equipment進來 那我就會debit equipment 接著credit capital credit那邊 你看到我要退出一點 譬如一千元就回到一千 其實就是這樣進去而已 沒什麼特別 那這個就是三本 sorry 這裡三類型 六本 books of original entry 的形式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呢 再下去我們剛才就說有些posting的動作要做的 post去哪裏 就是post去一些所謂剛才說的ledger的帳戶 Ledger我們分了 幾類 第一 剛才我們說過 cash book 都是一個ledger 我們這個 說了就不說了 第二 剛才我們說 買賣貨 通常會有些 accounts receivable accounts payable 所以我們通常就會將這兩樣東西叫做 accounts 或者或有些同學會叫Station receivable 你就視乎題目給你什麼名字 的ledger 以及payable 的ledger 那什麼意思呢 大家當都是把這本店,收買一本本簿 Achandset 這本的 這個東西呢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 accounts receivable ledger 沒有了我用payable 因為我剛才前面是在購買的 我正在賺人錢 我剛才說跟A先生買東西 裡面就會保留一個叫做A accounts payable 的帳戶 所以他很明顯 如果我們說Aaccounts payable 他是credit balance 我們剛才跟他買了什麼 跟他purchases 當然要寫日期 不知什麼1月1日 然後下回purchases 就買了100元 然後還有B小姐 然後又跟他買了1月2日 買了200元 就要入 1月2 purchases 200元 我們就類似是這樣 一頁用完就開下一頁 總之我就會有本這樣的東西 就會開了所有的accounts payable 的帳戶在裡面 然後你就會發覺 咦其實他還有另一個名字 因為我們知道 逢親做accounts payable 一定是跟他買東西 所以他第二個名字就會叫 purchases ledger 就有兩個名字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如果我們剛才說 除了accounts payable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另一個accounts receivable ledger 這一本又叫什麼名字呢 另一個名字自自然而 就會叫做 sales ledger 那就會有兩個名字 他們都 那就不要說 以為sales ledger 和accounts receivable ledger 是兩樣東西 同一樣東西 是同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就視乎題目給你什麼名字 跟回題目這樣寫就可以了 然後就會說 剛才我們還有一個 total purchases for the month 那那個purchases 抄在哪裡 purchases account 是不是放在purchases ledger 那就留意了 不是的 因為你留意回 我剛才說過 purchases和sales ledger 其實他正在討論 accounts receivable 和accounts payable 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會有第四種的 ledger 就是 不是上面的三種的分類 又是叫general 好像general journal 剩下的東西就丟進去 所以我們會有一本 叫做general ledger 所以剛才我們如果說 有一本叫做 general ledger的東西 其中的一個 帳戶呢 就會是purchases 那這個purchases 我們就說 可能在1月31號 才將total for the month 抄回去 然後我們剛才 總共是賣了 一千元的貨 那我就買 就放下來 這個就是purchases 那當然 除了剛才說過 cash book 裡面那些 除了那些 accounts receivable accounts payable 那就是這本general ledger 裡面就會裝滿 那些sales 賣了 賣了 例如賣了 賣了 賣了 又或者甚至乎 什麼capital 帳 總之任何在上面那些 擺不到的 全部都會擠進去 那這本寶就會裝滿 所有其他 那些的東西 那 就會有這幾個的分類 那 大致上就會這樣 所以你留意 如果你們接下來做功課的時候 很大機會 是會面對到不同的 journal 和不同的 ledger 那你就要懂得去 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那另外呢 有機會就是 譬如DSE很喜歡考你們的 就是他會問你 啊 到底譬如有一個 transaction 到底應該入哪一個 journal 哪一個 ledger 那就留意回 譬如我用剛才那個 作為例子 譬如 我有一個叫做 credit purchases to sorry credit purchases from Mr.A 那這個到底是入哪一本的 journal呢 好了 journal 就是purchases journal 跟著 你留意我們剛才把這個A 放在哪裏 我們會debit 了 那個purchases account 而purchases account呢 debit 我們其中一百元是屬於Mr.A的 他會在general ledger 裏面的 另一邊 我們會credit A這個帳 放在這一邊 那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ledger 是叫accounts payable ledger 或者叫purchases ledger 你看到我們總共要答五樣東西 就是說 哪兩個帳 哪兩個ledger 以及哪一本的 journal 五樣東西 你只要很清楚去分類 這個就是 你們有機會在功課或者校試看到的題目 那 還有最後呢 通常 我們都說了 general journal 剛才就說了 很直接的 它的format很簡單 這個呢 通常呢 考試很少會 純粹就這樣考這本 通常就會拿到其他題目去混合 來考 所以這一部分呢 可能我就不詳細說了 就是去到之後我們學到那一課呢 我們才會有更加多關於general journal的題目 那一課就是correction of error 那如果這個moment 可能我們主要focus的就是free column cash book 那你記住 記住一件事就是 其實free column cash book 跟我們做四個tea account沒有分別的 純粹它將四個tea account group在同一個地方做而已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譬如如果我要debit cash debit cash 我們就寫這裏可能一千元 我要credit bank 那我就寫這裏二千元 類似就是這樣的 那我想最主要要留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 如果你是做一個free column的cash book 的時候 如果你面對到一個問題是 例如 是一個contract entry 就是說 你可能在銀行拿錢出來 或者你是入錢到銀行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譬如 我們說過 cash和bank 是 debit size增加 credit size減少 那你想一想 譬如如果我在銀行按錢出來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說我們這裏 銀行是要 扣一千元 cash這裡是要加一千元 那這兩個對面的帳戶是什麼 我不會寫自己的 我假設就是這個4月4日 4月4日 4月4日 那我們就會說 原來 bank這裡減少 就是我們現在credit bank 的一千元 對面的帳戶是cash 所以這裏就寫對面的帳戶 那如果這一邊 我們cash是debit 一千元增加了 那對面的帳戶是什麼 對面就是剛才credit bank 那我們這裏就寫對面的帳戶 這個就為之一個contract entry 就是說兩邊都要入 左右手邊都要入 不過在進入兩個不同的帳戶 但是他們互相是link 就是有linkage 有relationship 但是如果很簡單的 如果純粹舉個例子 是普通的cash sales 那我譬如 4月5日 那我現在是賣貨了 收了二千元的cash 純粹入一邊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sales不影響credit side 又或者譬如我今次是purchases 24月5日的 那可能我買了300元 然後我今次是給支票的 就只入bank 那就不用cash 那你自己分分哪個column 哪個加哪個減 那另外有些事情要留意的就是 什麼時候會用到discount呢 通常我們這個discount是一些cash discount 記住 cash discount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早了還錢才會有的 就不是一些trade discount 不是trade discount 那所以cash discount 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還錢 說的就是 譬如我們現在 將 還錢給別人 這裡就會有 accounts payable 還錢給別人的時候 咦我們還了2700元而已 另外300元我們不用還的 那這個就是discount 我們就會一次過這樣入 就是說我們settle accounts payable 我們本身呢 是欠著3000元 但是我們只是 pay了2700元 就還清這筆債務了 又或者回頭 我們這邊 收錢的accounts receiveable 可能那個人呢 欠著我們5000元 但是呢 他只需要還4800元就可以了 那另外那200元就是一個discount allowed 給了這個discount 這個才會出現了cash discount 那至於我們之前也說過 有機會有個 叫做discount check的情況出現 discount check就是說 原來他譬如說 這傢伙4月6號還錢 但是突然之間呢 將check是void了 因為銀行不收可能有些問題 那我們要怎樣呢 我們要cancel了剛剛4月6號 入的這一批的entry 那我們通常就會直接 扔過旁邊 那我們可能譬如當我4月8號 發現了這個問題 那麼 accounts receiveable 接著這裡4800元 照做就可以了 那有很多同學就會 誤以為 啊 discount這裡也可以寫200元而已 但是剛才你留意一件事 我們說過 這裡有4個帳戶 cash是一個帳戶 跟著銀行是一個帳戶 但是discount呢 這裡是兩個帳戶來的 那如果你就這樣 無緣無故把它拋了旁邊的話 那 就是什麼 這個discount 依然都會有200元在那裡 但是這個discount 無緣無故又會再多了200元 但是這個是錯的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做了 那麼這個呢 反而我們會在debit side這裡 做回 一個叫做 扣200元出來 要豁著它就為之減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千萬千萬不要寫在旁邊 我們只能夠搬回這個bank的旁邊而已 另一邊呢 要在這裡adjust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discount check 的時候才要做的事情 那麼我想cash book最主要 最普遍的error就會有這些情況 那麼如果純粹講這一課的話 我想大致上就 差不多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最後啦 cash和bank我們就post了在cash book裡面 但是有兩個帳戶呢 都要再posting的 要再做一個posting的 那就是discount了 discount呢 就是剛剛我們說過 藍色和橙橙地色這裡有兩個東西 他們是沒有balance block down的 沒有balance block down 和carry down的 到月尾的時候呢 我們只會有一個 譬如我當作4月30號 這裡的balance carry down 只會有cash這一邊 因為cash一定是正數 Bank就可能會是正數 或者可能有機會是這邊的負數 如果balance block down 就是carry down 你自己留意 但是呢 discount是沒有balance的 反而我們就會怎樣 只有這個的total 譬如這裡有300元的total 這裡譬如我沒有減200元 這裡有200元的total 那這個200元和300元呢 discount這個帳戶會post在哪個ledger 又是他不屬於accounts payable 不屬於accounts receivable 所以他很大機會都會屬於 這個的general ledger裡面 那我們就寫回這個discount allowed這個expense 那又是 剛才我們說有200元 那就是total for the month 4月30 至於discount received 就是300元 那就會是放另一邊credit 因為他是一個revenue 那所以這裡呢 就會是做了300元 那我不捨了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就要將這兩個帳戶 post回去 那記住這兩個是兩個帳戶 就不要撈亂了 好 那大致上 go through 六本的books of original entry 和ledger 那我想這一課 要做的功課或者是應付考試 都應該足夠了 這一課 看看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想問 就是這樣 那如果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 我看看你們 就是可能交完功課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事情 需要再跟你們解釋去go through 那我才再去 和你們去看看你們的commonerrors 是嗎